14年才孵出這個新的作品啊 因為 沒有因為中間全部都在做生意跟做幕後工作嘛 所以就不會去想到說 還要走目前其實中間一直 在思考目前的事情都是跟五六的事情 沒想過說自己要做點什麼 那因為全部都是在做其他幕後工作 那這一次有機會參加全明星 那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 對我人生來說也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經驗 然後我也覺得是不是應該在做點什麼 在這個階段 所以我就覺得 我也來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你是不是聽說結倫他有聽過你這首歌 我不知道他聽了沒 但是他有傳訊息跟我說 MV很帥喔 所以我 那應該是聽過了吧 對不對 他只有說MV很帥喔 可是他只看畫面而已 你知道嗎 他可能小孩在睡覺他用靜音有沒有 喔喔喔喔喔喔 其實結倫是一個 他真的是大哥級啊 其實結倫還小我一歲 但是但是但是他的他的那種心態就是會照顧身邊所有 就是他會給大家鼓勵啊支持啊機會 所以所以講到他我其實也是滿滿的感謝這一路 這20年 那怎麼沒有想過剛才要鼓勵啊 其實有啊 他也說他會寫一首給我 他有說喔他有說過 多久之後 呃 兩年一年多兩年前 一年多 不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做赤煞風雲的東西嘛 我說我也好想要喔 好你要是不是 那我寫一首給你 你懂他就是這樣子 那我寫一首給你 為什麼沒有趕快叫他兌現那個資訊 蛤 我我等我自己在在在 在目前的工作做的再熟弱一點 我再跟他 再跟他 再跟他問 我沒有特別傳給他們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他們 可能聽完會覺得說 喔好好好那他這樣應該還可以回來跟我們唱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談到五六 那演唱會他們的演唱會之前在高雄辦 你有當特別嘉賓嗎 你有聽說他們 五星的演唱會之前嗎 因為最近國內 對 很多那個演唱會都開始結封了 呃 我聽說有後續 他們是告訴我說 五六演唱會是有後續的 但是 實際是什麼還不知道 可能這個還是要問 問 演唱會公司吧 那既然結尾文跟五六合文問一下 問一下 兒子女兒跟老婆聽 喔 我兒子女兒超愛的啊 喔 因為 我的兒子跟女兒呢 他們自己也很愛看全民心運動會 我 像我女兒 我女兒一開始 我之前 前面幾集都對到王家良 然後 他就會說 為什麼這王家良都欺負你 我說他沒有欺負我啊 然後後來 然後後來我在 又隔了幾集 他說為什麼現在都沒有王家良 我就覺得怪怪的 我說 你是喜歡王家良嗎 他說 哎呀 對啦 你女兒啊 我女兒啊 我女兒很喜歡王家良 誰 他不會啦 他太小了 他在國小二年級 他還搞不清楚 後來發現其實小女生就是這樣 他喜歡的人 他會假裝討厭他 他會先假裝討厭他 但其實他是喜歡他的 但是爸爸會不會吃醋 我不會吃醋啊 因為家良很猛耶 家良很猛啊 所以所以我 我覺得他喜歡家良算有眼光 哈哈 你唱完 最近唱歌 就這樣 全民心運動會表現那麼好 老婆更愛你 覺得你更帥 這個你得問他 我怎麼知道 不然大家問一下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更愛我 還是參加節目這個期間 又很辛苦 但是我 我參加這段節目的期間 我的家人都很支持 就是 所有的家人都是給很多的鼓勵 但是他們可能也很多的擔心吧 因為第一期蠻多人受傷 那所以他們就是說 還是 還是要以健康為首要這樣子 然後其實在當初參加的時候 製作單位就跟我講說 刀哥你能夠完賽就很了不起 他並不期待有什麼太大的表現吧 我想 但是我覺得我覺得我對我自己 後面的表現算是很滿意的 因為真的很盡力啊 就是 那是一個人會感染一個人 就一個人很盡力 另外一個就更盡力 然後下一個就更盡力 然後另外一個最後一個人 就是用生命在表演 很感人 所以到時候想問一下 因為女兒有在看全明星 那他的同學有看嗎 就是知道說 有一些有耶 有一些有耶 我後來發現全明星運動會這節目啊 他的 人群很廣 就是從小朋友一直到 到甚至老人家都 都有人在看 然後所以我覺得是大家全民熱血的一種概念 那你有沒有一直在學校就是變更重的 在什麼 我的粉絲 我的粉絲 有很多國小國中生現在 原本他們可能已經都不知道我是誰 但是有很多呢 就是就會現在加進來 我自己就嚇一跳 怎麼有那麼小的人 來follow我 是有小學生或國中生可以邀請你 不然怎麼知道他們喜歡你 沒有 因為現在粉絲專業都有年 年紀的那個嘛 你看得到你的 你的粉絲增長的狀況 而且我最感動的是 我原本的粉絲全部是女生 我大概九成女生 然後我現在已經有三成五是男生了 我超開心 對 我會關注啊 我當然很關注啊 有人跟你討教嗎 呃 在比賽之前 我跟那個誰有吃了一頓飯 名字 名字 女生男生 男生男生 我怎麼突然忘了他的名字 王子 柯君翔王子 不是不是不是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士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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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安士安 士安士安士安 對不起我 士安我對不起你 好吧 我不是故意忘了 我突然 鄉鄉忘記 對 士安跟士安有一起吃一頓飯 然後有討論了一下 就分享一下我們的經驗 那他幾點什麼 要注意什麼 我跟他分享 跟製作人提醒我一樣 能完賽最重要 對 就盡力而為 然後 然後 不要受傷 因為你一受傷 你就會 辣進度會辣很兇 因為受傷是這樣嗎 你一受傷大概一個月兩個月是報銷的 那其實整個節目的長度只有四個月的錄影 所以一定不要讓自己受到嚴重的傷 講到全民心運動會 錢姐跟我們講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錢姐說所有的運動員都是跟運動傷害共生的 就是說不可能一個運動員是完全沒有受傷 他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習慣人承受那個疼痛 然後繼續前進 我覺得這句話很受用 其實在工作上也是一樣啊 不可能沒挫折嘛 那不會因為有挫折就不前進 所以我覺得錢姐是哲學家 這次跟錢姐合作完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哲學家 他很多道理 你在參賽前有沒有偷偷去加保一些運動傷害的保險 你提醒我太晚了 我什麼都沒想 我那時候一開始是很緊張的 我很怕跟不到大家的進度 現在比賽是否有進度 有啊 我最後不是最後有一集跟曹寧比賽 最後衝刺底線了 我後來滾了一圈嘛 我那個到現在還在痛 都已經四個多月了 肩膀肩膀 因為我那時候是右肩著地嘛 對啊 所以那個還現在手沒有辦法完全的 但是我都一直有在做運動 所以有在恢復中 那你現在身上沒有其他肌 肌椎中傷的那些東西都ok了嗎 呃 肌椎目前是ok的 對肌椎目前是ok的 我只剩這邊了 只剩的右肩棒 那像右肩舉得起來嗎 或是不舉 其實舉不起來 你想要下這個標嗎 你是不是想下這個標 小刀不舉嗎 沒有啊 舉得起來啊 舉得起來 其實我舉起來會痛 那像你們藍隊的群組現在大家都還是 非常熱絡啊 那才子還在群組嗎 呃 他有自動退群組嗎 你還這樣問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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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子沒有退群組 那開始發生嗎 沒有 我這樣講就是 其實 後來大家有商量就是 呃 艾美進來我們有另外一個群組 但是 柴子還在我們的大群裡 就是 不讓柴子尷尬嘛 也不讓他就是有太多 但是大家都還是很關心他 那個群組還在動嗎 那個群組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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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較熱絡的當然就是 後面的 這個這個這個群組 那你有私下關心他嗎 呃 有鼓勵 就像他生日的時候啊 我會說不管怎麼樣就是 有人一定會遇到挫敗嗎 或是做錯 做錯事情的時候 那你就是要修正嗎 你只要修正都還是有機會的 就是只能 只能說這些話 對啊 他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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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回謝謝他會加油 就這樣子 對 好犀利喔 哈哈哈哈 你還沒發 發功的 對啊 你問你問差不多了 喔 哈哈 我很怕你 我問一下 因為高哥你剛剛說 哈哈哈哈 他之前都在幕後 對不對 然後他做生意這樣 那因為你們是這樣 文壯的 現在職身是什麼老闆嗎 對啊對啊對啊 對啊 那因為你們公司走了一個 算金基姆吧 算那個黃文書 對 會不會經典公司 可能因為他離開少賺很多錢 嗯 其實 我覺得 重點都不是明智 重點是這兩年疫情 的確是影響很大 我相信對整個娛樂產業大部分的人 影響都很大 因為像我的公司其實主要 本來的業務是演唱會 那這兩年演唱會是沒有辦法舉辦的 所以這個影響的確是蠻大的 那電影也是嘛 因為前一陣子不是連開拍都不能開拍 所以我們都 所以我這兩年是比較觀望的狀態 那有少賺了大概幾千萬 也沒有耶 也沒有做生意沒有說一定是怎麼樣 就是影響是有的 然後那我公司第一也縮邊 那本來是這樣 本來我其實一直很希望把自己的公司 推動到上櫃 那是我原本的目標 所以很拼命在做幕後這件事情 那剛好疫情來了 疫情來了就整個節奏就打斷了 然後因為我有幾個非常好的朋友 那我們另外一家公司這兩年發展得很好 那他們就說其實 他們覺得我不需要再去拚這件事情 那個不應該是我首要的目的 而是應該做一些覺得自己很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去參加全民心運動會 就我這幾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他們是我人生的資助 那另外一間公司就是生醫對不對 對對對生醫公司 你剛剛提到說那個 生技醫療 那你剛剛提到那樣的人就是有縮邊 那當然是縮邊的狀況之一 呃少了一半多 對少了一半多 就是這一年收到自己的疫情 對陸續的陸續的就從疫情開始啊 然後有些人可能 其實有很多同事 最暖心的是很多同事都是他們自己跟我說 他們覺得公司這樣燒錢不是辦法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也想去嘗試別的行業 因為可能這兩年大家看到的都是不確定性太多 在娛樂產業 所以還有同事直接跟我說 就是直接 就來跟我說我領半信就好 就很多同事自己來跟我表達 因為大家都看得見整個公司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 那你真的給班師 真的啊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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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就給 因為真的會撐不住 在娛樂這個公司 因為做生意是這樣吧 一家公司是一家公司這樣看 所以也不可能說全部其他公司賺的錢 全部又倒過來這邊 對 你給人的形象是那種比較硬漢的模樣 那你會 就是因為疫情期間或者是比較感傷會偷哭嗎 因為今天聲音感覺感覺比較 就是哽咽的 我是看到你們我才哽咽的好不好 對啊 講故事 不是看到這麼多朋友來 你知道那種感覺是不一樣 我本來講說 我剛才跟Lucy講我本來講可能三四個 老朋友 老媒體 然後大家可以聚餐你知道嗎 真的 那我沒想到還這麼多我不認識的朋友也都在 那種感覺是很不一樣 那種感覺是很不一樣 哈哈哈哈 哈 啊 後面還有後面還有 現在基本上我會 呃有一半的時間去做作品 去參與目前的工作 等於說 因為我現在已經 暫時不再去希望推動自己 你的文化公司去上市這件事情 所以我可以比較做自己覺得很有意義的事情 在娛樂產業這個部分 那我等於說 呃 賺錢這件事情可能就要 放在別的產業這樣子 所以後面會陸續再推單曲 呃 有這個想法 就是 但是可能都是會因為某個原因我才做這個單曲 就我不是一個專業歌手 時間到我必須發一個什麼東西 我想要去做作品 可能都是對我自己非常有意義的 內容 我就會去發 那接下來如果 五六六高雄要開唱的話 刀哥 身體上應該沒問題 可以加入嗎 呃 五六的狀況是這樣 他們從來不會提前告訴我 哈哈哈哈 很像是他們要我就得去的概念 你知道嗎 之前不是還有一次飢餓遊戲 你們知道這個事情嗎 提前一天告訴我說 你明天可不可以來 我說欸 我隔天有會議耶 然後他說喔 那明天是幾點的車子 就直接告訴我 哈哈哈哈 好吧 這就是我跟他們的感情 對啊 所以你是不能加入真的跟他們一起嗎 沒有不能啊 沒有不能啊 沒有不能 就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是 隨著這個事情的發生吧 緣分吧 去發展的 等於說大家都不特定的是什麼 因為他們三個人現在默契超好 因為飢餓遊戲的關係 然後 那 我覺得他們已經有他們的 自己飢餓三少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也不用特別去硬加在裡面 我覺得 但是我 我相信我永遠是他們的頭粉啊 我是他們頭號粉絲 你剛剛講那麼感性說你是那個五六的頭粉 可是他們的歌都沒有被你表達說他們聽過 因為覺得內心有點小小傷感這樣 我是不會被挑撥的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沒有啦 我開玩笑 我沒有防禦力 沒有沒有 我覺得他們可能都沒看到吧 有可能都沒看到 因為我沒有下預算去做什麼特別的事情 對 那周董是因為我們一直都很很常在聯繫事情 對啊 所以聯繫沒有 聯繫沒有 聯繫沒有 欸欸欸欸欸 多一個多一個 加一加一 不好意思 這是我唯一會去跟他們說 欸我做了一個這個作品 然後其實在發表之前 我就先給大家看 給大家聽這樣 聽聽大家的意見這樣 對啊 那大家當然也都很感動 可是你知道才子現在在台灣的南的角落嗎 哈哈 我怎麼可能會知道啊 哈哈 我想說你關心他之餘 是不是知道他在哪裡 不知道 你也很久沒看到他的實體的樣子 我覺得 我的立場是這樣 我不會去想要給任何一個人壓力 因為有時候你過多的關心 可能對他來講是個壓力 那 我覺得 他知道我們大家的祝福就夠了 我們公司就想欣欣的那個 小刀啊 最新牽的小刀 我也想再想要 目前 目前沒有特別去想這件事情 目前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環境 因為講真的你看到 疫情現在 趨緩 但是你很難說疫情又爆發 所以其實我覺得現在去牽誰啊 去做什麼對我來講都太多的不確定性 嗯 那我就不想特別在這個時候去 硬要做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覺得現在就是做有意義的 我自己覺得值得我挑戰的 然後有意義的 這是我現在想做的事情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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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